接下来呢给大家谈一种特别的经学养僧的方法 就是学位服帖法 那么从这个名字大家能想到什么 首先想到是学位对吧 那我们就想到了这种方法 肯定也是在学位上施加一些特定的刺激 那么后边有个服帖 说这个服帖大家是不是能想起来 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冬病夏至 冬病夏至一种主要的方法 就是用学位服帖的方法 把特定的药物做成药柄 切服在我们特定的学位上 用于防治冬天的疾病 那么这里咱们谈的学位服帖 也是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学位服帖又叫做外服法 应用的时候是把我们选定的中药 给它打成细末细粉 然后用不同的液体给它挑制成糊状 然后再服帖在一定的学位 有时候不一定是学位或者是患病的地方 从而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所以学位贴服本来主要是用于治疗疾病的这样一种方法 学位贴服法在咱们中国可以说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学位服帖法就已经出现了 已经出现了 那么发展到进堂的时候 进堂以后针灸学迅速发展 许多一家把外服法和经络学位的特殊功能 结合起来应用 这样就创造了学位服帖的这样一种方法 这样一种方法大大的提高了临床的疗效 到了明清的时候 学位贴服的方法有了更加大幅度的发展 应用的范围也不断的扩大 比如说咱们大家熟知的李思珍 在他的本草纲目中有一个复方 这个复方里边就有许许多多的 学位贴服的药物 比如说里边记录了一个 用无诸语打粉 贴服在足底心 治疗口舌生疮 这个方法到今天仍然在应用 我们在临床上见到 许许多多的口腔溃疡 不一定是小孩子 不一定是小孩子 好多成年人口舌生疮 久治不遇 反反复复的发生 只要一熬夜一劳累 一动脑子 口腔溃疡就复发 那么这样种口腔溃疡 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 往往体是体内的状态 肯定是不良的 不单单是口腔的问题 你单纯去看口腔科 其实是没有用的 即使给你用点外服的药物 那叫治标不治本 口腔溃疡虽然是个小毛病 但是对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当口腔溃疡疼痛的时候 人们是不想吃饭 不想思考问题 心烦意乱 甚至全身都感到不舒服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有许多方法 其中用五猪鱼打成粉 切符足底心 是一个治疗口腔 口舌僧疡的非常好的方法 到清代 吴尚仙 这位一家广泛的搜集前人的经验 通过整理 记载的外服方药 多少 非常多 将近两百手 涉及了中医的内外服 五官等等 各个科的病症 几十个 也就是说 在明清时候 这个外服法治疗疾病 已经形成了一个 非常大的这样一种气势 应用非常广泛 那大家可能要考虑了 学位切符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它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它怎么会有那么广泛的应用呢 其实咱们大家想想可以理解 学位切符主要有两种作用 首先是对学位的刺激 通过特定学位的刺激 可以发挥这个学位的作用 然后是药物的作用 通过药物 它的特定的效果 起到调整身体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说 学位附贴的作用 有这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学位作用 咱们在附贴的时候 一般是把这个药物 切符在学位所对应的体表 它相应的皮部 那么通过这个经络的传导 就能够发挥这个学位的作用 就像是温针 就像是针法和纠法一样 刺激这个学位 来发挥这个学位特定的作用 从而起到 畅通血脉 调和阴阳 或者是健脾胃 或者是补肝肾 等等这样的目的 这是学位 另外呢 药效 我们选择学位附贴的时候 特定的药物 它有特定的药效 这个药物 贴附在表面 可以是巨部的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增快 因此呢 起到活血化瘀 清热解读 消中止痛 止血生机等等作用 另外呢 通过改善周围组织的营养 通过对这个药物 透过皮肤的刺激 这个药效可以游标入理 然后呢 起到药效应该发挥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位贴附 它是一种综合作用 双重作用 既有学位的刺激 产生的效果 又有药物本身 透露到体内以后 所发生的效果 因此呢 综合起来 它的效果更加好 因此呢 也这个 广受大家的欢迎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谈一谈 学位贴附的 具体的方法 首先是方药的选择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药 一般来讲 只要咱们临床上 有效的防止 有效的汤药 都可以用作学位贴附 通过熬制以后 熬制成膏 或者是研磨以后 和特定的液体给它 交合起来 做成药饼 但是呢 用作学位贴附的方药 它应该还有一些特点 与内服药相比 还应该有些特点 比如说第一条 就是我们选择 学位贴附的药物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 它有通筋走窜 开窍活络的一些中药 它通窍的作用比较好 气味比较走窜 比较大的 比如说冰片 舍香 丁香 花椒 百戒籽 生姜 葱 蒜 肉桂 细心 白子 五足鱼等等 这些药呢 都有明显的走窜 开窍作用 性味呢 比较 这个气味呢 比较刺激 适用于做 咱们这个学位贴附的药 第二个呢 我们选择药的时候 可以选择气味居后的制品 就是有时候会选择一些 力量比较猛的 甚至有毒的药物 比如说 僧男行 僧的天男行 僧半下 斑矛 八斗 父子 大忌 穿屋 草屋等等 这些都是 内服的时候咱们要特别小心这些药是有毒的 但是用它来刺激学位 那效果就非常强 第三 我们在如果说选择学位切伏是为了补啊 为了补这个虚 我们可以选择血肉 有情之品 就是包括什么 动物的内脏 鞭 鞭 家 羊肉 等等 可以选择这些血肉有情之品来达到更好的补一的功效 第四个呢 我们选择溶剂来调和药物的时候 可以考虑不同溶剂它的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如果说选择醋 醋咱们大家知道 醋它的功能是 它是散的 它可以散 可以散接话语 对吧 可以解毒 所以说我们选择醋来调这个切伏药 它就能够起到解毒话语连疮的作用 虽然说你用的药可能性质比较猛 但是醋呢 可以环和它的这样种巨猛之性 如果选择酒呢 酒咱们大家知道 酒的作用比较强烈 活血的作用比较好 那所以说选择酒来调服 贴服药的时候 就能起到行气通落 消肿止通的作用 即使这个时候 你选择的药物比较缓和 但是酒呢能够激发它的性质 可以激其性 如果选择水 水咱们知道 水几乎非常的平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专取你那个贴服药物它的性能 水对它没有什么影响 还可以选择油 选择油在贴服药物的时候 油的重要的作用 它是润泽的呀 所以说可以润腑升级 所以说咱们临床上 在选择贴服药物调配的时候 用这个溶剂啊 常见的都有这样几种 有水酒醋啊 另外还有什么姜汁啊 蜂蜜啊等等 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 选择合适的容剂 这是选择药 那第二个既然是学位贴服 学位怎么选呢 学位贴服啊 有这样几个原则 一般来讲 学位贴服啊 也是按照我们的藏户经络学说来指导的 经过辩证以后来选择合适的学位 选择合适的学位啊 第一个选择离病变的器官组织 比较近的学位 以病变的组织器官比较近的 那么它可能发生的作用就更加直接 第二可以选择阿四学贴服药物 阿四学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当我们人体有病的时候啊 有一些地方会反映出来特别剧烈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你按这个地方 它就会产生疼痛症的感觉啊 你比如说胃痛了 我点按这个珠三里下边有个地方 一点以后病人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叫阿四学 阿四学 就是结合这个阿四学来贴服药物 那么这个阿四学的寻找 它是有规律的 中医有一套规律 什么样的病有可能出现在哪个地方 出现这种阿四学 用点按的方法找到这个学位 第三选择学位也可以选按照我们的经验 特别是前人总结的经验 比如说对于小孩子流口水 小孩子流口水 我们就可以按照前人的经验 选择无助于贴服庸圈学的方法 小孩白日渴 我们就可以选择微灵仙 贴服深入学的方法 这都是前人 流传下来的 我们应该继承的一些经验 学位 好了 选择了药物 选择了学位以后 咱们看来怎么来实施这个贴服的方法 首先根据我们所选的选择的学位 采取适当的体位 比如说背部的学位 那你要趴在那边 对吧 腹部的 那你躺在那边 如果是在自体的一侧 我们侧卧 选择合适的体位 这个体位的选择 总之来讲 它要使这个药物能够贴服的稳妥比较好 体位选择了以后 我们来净尽学位 然后在这个聚部呢 用清水或者是酒精棉球擦洗 把聚部给它清洗干净 擦洗干净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用助肾剂 什么意思 帮助渗透的这种药剂 用助肾剂 这个助肾剂 可以直接擦在学位聚部 也可以和这个贴服的药物 给它掺杂在一起 用助肾剂 然后 被载门所敷的药物 不管是弧状的 或者是捣乱的仙皮 都应该能很好的固定 防止脱落 就是说 把这个药物贴服在部位上以后 要给它固定起来 怎么固定 一个可以直接用胶部固定 也可以在这个药物上 首先 敷上 敷上薄膜 然后再 然后再 用胶部固定 目前的四面上有一些 专门供学位 切肤用的特殊的肤料 使用起来和固定起来 都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如果说需要换药 首先要 把皮肤巨部 给它 擦洗干净 可以蘸上温水或者是植物油 把这个巨部擦洗干净 然后擦干以后 再服药 一般情况下 对于刺激性比较小的药物 每隔一到三天 换药一次 刺激性比较大的 要根据患者的反应 以及发泡的程度 确定贴服的时间 有的药物 刺激性很大 贴服以后 它会发泡 起来像那个 火烧的那种水泡一样 出现这种泡了以后 要及时的给它 换下来 再次贴服的时候 一定要等到 巨部的皮肤 疾病恢复正常以后 再服药 如果是治疗 寒性的疾病 用贴服方法 那么你在服药以后 可以用 可以在这个贴服的药上 进行热腹 或者是艾灸 这样的话 可以增强 它的疗效 好的 这就是咱们大家 给大家介绍的 学位服帖的方法 咱们平时呢 可以用它来进行 养生保健 咱们平时的 就会有点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